所謂剛剛特別點到了 對 也就是高端在昨天 這個消息我個人覺得很怪 也很妙 就是傳說獲得WHO贊助 在哥倫比亞要做4萬人的 第三期人體實驗 我聽到當然覺得好 很好 可是高端非常的低調 甚至在第一時間 我們看到不管是自由時報 中央社報導出這個消息之後 高端他居然就說 上述這是媒體報導 甚至是引用外電 並非來自WHO 正式對外公開的新聞稿 所以正在和相關機構了解 實際的狀況以及進度 所以我不懂 高端不高調 還是說不敢高調 這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我真的覺得有點耐人尋味 他們是隨機被抽中的 還說高端根本就不想被抽中 因為真的一旦 對 一旦在當地 如果做了針對 尤其很多就是受試者 是第一線的染疫風險高的人員 有沒有保護力的結果 一翻兩瞪眼之後 這個不是你蔡政府 衛福部可以護航得了 保護得了 一旦如此 我當然希望他實驗成功 如果是相反的 接下來高端還要不要打 還要不要混 韋翰 其實我覺得 因為這個來自於哥倫比亞的 這個訊息 還不是那麼明確 所以很多細節沒有很明確 我就沒有很直接的評論 我是覺得說任何疫苗 現在目前全世界 七支被COVEX認證的疫苗 他都有做三期的臨床試驗 這是最基本的 一開始我們也知道說 高端跟聯亞 他沒有辦法那麼快的做到 沒有辦法那麼快的做到 怎麼辦呢 你就慢慢的把它做到 可是你沒有把它做到的 情況之下說你要應推 大家就會對你有所質疑 七支的疫苗被認證 第八支Novavax還沒有 可是他也沒有做3萬人以上 也有 所以如果說哥倫比亞這邊可以 最後讓高端也變成是一個 有大數據 那很好 很好 當然好 大家懂嗎 我是說我們都可能有一些 政治不同的想法 可是拋開政治 很多東西答案都很清楚 高端他低調 我無法說明為什麼 因為如果這樣子的話 那很好 總有一天那可以 但是高端現在的狀況就在於說 到底是高端 還是衛福部 常常在幫高端做一些 那種相關的說明 到底是高端自己沒出來講 都要幫你講 然後你現在要做這些計畫 做那個計畫 他到底是不是有辦法 被國際認證 你高端要自己跟大家做說明 我們現在的狀況已經到了 就是說我們其實原本 大家是很期待高端這支疫苗 高端跟聯氧 因為本來不知道聯氧不會過 本來想說高端跟聯氧都可以 只是那就像是國產的東西一樣 就是台灣做的 台灣自製的 品質上可能一開始還跟不上國際上 可是只要你合格 可用 很多人會願意說我在情緒上 我在情感上我願意用 那也OK 可是你沒有辦法證明你的保護力 你沒有辦法提出那個數據的時候 大家自然就會對你產生質疑了 如果以哥倫比亞這樣子的 WHO贊助的這個 如果真的為真 而且真的做了以後 這樣子的做法就會出現保護力了 有保護力以後 大家是不是對高端 他會更有信心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是一件好事 只是它是時間的問題 我們現在目前你要先把全民打到兩劑 看起來你是沒有辦法靠著 高端的疫苗去做到這件事情的 那明明有買的疫苗 剛剛也跟大家講了 你就趕快去把我們買到的疫苗拿到 拿到以後 大家都打了第二劑以後 說不定 真的 這個所謂的類流感 新冠變成類流感 我們還要明年 後年 還要再跟他糾纏很多年 慢慢的大家每年都可能要補一劑 這種時候高端也被認證了 也覺得OK了以後 他還是有他的市場 從他開始研發到現在 股市我比較不懂 我看很多人在講 已經暴力賺了多少了 對不對 所以做一點讓台灣人覺得說 可以讓台灣人安慰的事情 不要光是只有去 大家覺得說 好像你們是不是在弄錢而已 你如果到時候 可以被台灣人信任 我們以後的疫苗 接下來說不定有第三劑 第四劑 這個我現在不敢說 如果是 而且還要長達好幾年的話 高端自然就可以成為大家的選項 此刻還不是絕大部分台灣人的選項 理由是因為高端還沒有達標 理由還包括我們的指揮中心 過度的護航高端 反而讓大家對他沒有信心 因為我們第二小時候的來賓 新北市議員葉仁次已經坐進來了 對 你是看到千輝 你就自己衝進來是不是 對 如果是你主持 我就會比較慢進來 你等一下不是坐到 你是坐這裡 沒關係 所以我這題就要丟原資好了 就是我們知道 因為講到實驗 做實驗沒問題 你現在要好 你要做高端的第二劑混打的實驗 這個最快10月底 因為他下個禮拜啟動 最後10月底可能就結果出來 用這個來幫莫德納孤兒做解套 我不管 但是我們看到 其實他們現在收換是220人 20到70歲的民眾 220人進行雙盲試驗 我不知道這個從科學上來講 這樣的基數會不會太少 這樣這個OK嗎 還是應付一下就好嗎 另外來看到的 AZ混打高端的實驗 其實也差不多了 他正在進行中是由長庚 預計收500名打過第一劑 AZ疫苗受試者也是雙盲 11月底之前可能也會有結果 原資 我當然覺得人很少 總共收220人 我不知道這個人不會太少嗎 妳要除以2 因為一半是打莫德納 一半是打高端 所以實際上打高端才110個 所以就110個樣本 就要推廣說全部整個母體 總共300多萬人 你要讓他可以適合打高端 我覺得這很粗略 第二個就是 其實我想講一下 就是我昨天看到這個新聞 就是說指揮中心 已經在做混打 第二劑要讓大家混打高端 我的反應是都笑得出來 我覺得民進黨在用心良苦 就是說他為了要行銷這個高端 真的是費盡各種心思 他們本來採取的態度 就是飢餓行銷 讓你第一劑打不到 讓你看看要不要打第一劑的高端 結果發現大家都很理性 大家還會從科學的角度 去檢驗說這個疫苗有沒有效力 所以打的人不多 現在全台灣唯一一支疫苗 是誰打誰到的 就是高端 我們每一天其實 我相信史偉尔是 因為我們民進代表 很多人都在反應說 打第一劑 我打了第一劑原字 你幫我爭取第二劑 我是莫德納的孤兒 沒有一個人想說 他第二劑是要打高端 大家都是想要打莫德納 即便是退而求其次 第二劑莫德納打不到 大家想要打的也是 輝瑞也不是高端 我就覺得說 這東西非常厲害 就是說可以想到這個方法 第一劑高端行銷失敗好吧 我現在就把腦筋 動到第二劑的上面 然後現在打第一劑打不到 第二劑的人其實非常焦慮 我覺得他非常可惡的就是 他利用第一劑的那種焦慮感 反正你很焦慮對不對 莫德納打不到 現在高端要不要 不要 不要拉倒 就是他用盡各種心思 去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他完全不走科學的角度 這是第一個 我覺得很不能接受 第二個就是 我昨天也問很多人 我就說好 如果最後指揮中心 或醫學中心 做出來的實驗結果是 高端可以混打莫德納 那你打不打 沒有人要打 沒有人要打 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 之前政府針對高端的 有關於科學的驗證 我覺得這不是非常的科學 他就是很多政治藝介入 大家思考一下 高端是 他是沒有經過三期實驗 他甚至二期都沒做完 可是他為什麼可以拿到EUA 因為指揮中心想了一個方法 叫免疫橋接 就只看他的中和抗體效價 跟AZ的對比 就直接給他EUA 這件事情是很多專家都挑戰了 覺得你這樣太粗略了 他就給他過了 就讓他來打了 好 請問一下 他的混打這個實驗 就算過了 你難道相信嗎 你難道不會說像第一劑一樣 就這麼草率的 就讓他施打嗎 你會相信指揮中心 做了這個實驗嗎 很多人還是不相信 第二個我覺得邏輯上 很荒謬的就是 他的高端到目前 因為都還沒有證明有保護力 所以很多人不想要打第一劑 結果你把他拿去當 第二劑打 不是 就算證明能夠混打 然後對身體沒有傷害 又怎麼樣 你還是無法證明 他是有保護力的 所以種種原因都是 就會讓我們覺得說 我覺得很可笑 就是說指揮中心 用盡心思行銷高端 就是要做他的代理商 要把他做得很棒 但是我覺得民眾 還是沒辦法接受 韋翰剛剛講的WHO 我有兩點意見 第一個 千惠講說為什麼 他這個消息出來之後 公司本身會這麼低調 因為他沒有需要去做三期實驗 他現在沒有做三期實驗 他不想被抽中 對 他沒有做三期實驗的情況之下 台灣有沒有在幫他推 也有 也是照打不誤 指揮中心有說 所以對他來說沒必要 沒有必要 可是如果去做三期實驗的話 會有一個什麼風險 萬一做的結果是沒有保護力 現在指揮中心在台灣 要怎麼推下去 所以他覺得說我幹嘛 我幹嘛去做這個事情 我現在就是可以推 我何必去冒這個風險 所以他其實非常低調 然後第二個就是 我看到非常多民進黨的側翼 一直在宣傳這件事情 國民黨你們一直在黑高端 你看高端現在被WHO 贊助 可以去做實驗 你看這是一支多棒的疫苗 他看到WHO就覺得說 好像高端很棒 可是我就想到 之前他們是怎麼黑WHO 像大陸也有一些疫苗 國藥科興 他也是經過WHO的認證 他當時是怎麼黑 說WHO就譚德塞 根本就是什麼 被中共的小弟什麼什麼的 然後所以譚德塞 認證的大陸疫苗 絕對是用特權 用關係 不是符合科學 當時他是這樣黑的 結果現在自己的小孩高端 被WHO好像贊助去做實驗 又把WHO捧在手心上 覺得好棒的單位 拜託你們雙標 不要這麼嚴重好嗎 所以我覺得你看他從那個過程 邏輯亂七八糟 然後標準亂七八糟 就可以知道民進黨 是為了護航一支疫苗 已經完全被人看破手腳了 今天很多媒體的標題 可能都會寫說墨粉在歡呼了 因為後天108萬 大家望穿秋水的莫德納疫苗 就要直送台灣 來看到而且還是 蔡英文總統親自向美方催貨的 他當面向AIT代表催貨成功 莫德納就要來了 所以從到尾都是小英的功勞嗎 尤其這個委員王定宇 他說天天催貨 天天催貨 真的 我們有天天催貨 終於要來了 偉翰 而且你知道嗎 他罵很多這些對防疫 毫無貢獻的人 只是不斷的在製造恐慌造謠 你沒看 這不就來了嗎 天天催貨 天天想你 想莫德納疫苗 很好 我都差點把張宇森的歌 唱出來了 OK的 我剛剛已經講了 莫德納來這是好事情 沒什麼好 在那邊生氣或是講的 但是今天總統如果天天催貨 總統他也做了他該做的事情 總統你負責全台灣人 2350萬人的這些疫苗健康 你把貨催到了很好 只是他不覺得有點太誇張嗎 每次只好出什麼事情 都說蔡總統怎樣怎樣 你蔡總統對不對 你今天有好好去催貨 你就早點告訴大家 為什麼要在這兩天 已經大家討論高端混打 然後大家都也會驅起來 突然講說莫德納快來了 大家不要生氣 我們馬上就可以打了 長輩們都有希望 其實我跟你講這不對 我們現在缺300萬的莫德納 來第一批是100萬 後面還有200萬要來 繼續催好不好 總統你就不要睡了 如果說是跟國外打 正好有時差的話 繼續把後續的 我們還有這100萬以外的 另外300萬疫苗都把它叫 因為我們現在剛剛算了 還有400多萬疫苗還沒到 趕快把這些疫苗都叫來 大家都能打第二劑 就不會在大家在那邊生氣了 海鄉就不會在罵你了 總統繼續打電話 還有莫德納不要忘記 好 看起來這電話 應該是滿暢通的 好 接一個小時 一樣收收到主播 也可以說為大家服務了 我們要繼續來看 為什麼催貨這麼有效 一打電話就可以催 現在更讓大家覺得 什麼時間點催貨 怎麼在實際這麼巧 怎麼說 前幾天大家還記得嗎 如果你去Google莫德納的話 只會查到說 民眾黨爆料說 莫德納第二類打最多 結果現在馬上催貨就到了 後續就接了 我們都知道其實在那天 看到民眾黨這樣的爆料的時候 其實包含主席重點也動起來 馬上就說是不實的謠言 另外蘇貞昌他也立刻就說 這樣的資訊是有誤的 結果馬上接球了 好 看到了是 墨粉終於不用再苦苦的等 等不到時間點了 馬上 禮拜六早上 凌晨的時候就要到貨了 所以我們也不禁想問 是真的很會催貨 還是眼看大事不妙 其實一直都可以催得到 貨其實可以很快就來 但就是一直因為一些 技術性的卡關 我們問一下凱翔哥 直接來接手 就跟催貨一樣的快 我今天分幾個層次講 第一個層次是說 是說來100萬劑的莫德納 這剛好而已 大家不要忘記2月6號的時候 就上會期立法院會期 剛開議的時候 我們莎莎主播也跑立法院 他應該也在現場看到 蘇文昌跑去做施政報告的時候 針對疫苗 他是講說年中就會來 年中是什麼時候 哪個中 是中間的中 不是尾聲的那個中 所以他其實已經晚了好幾個月了 造成很多的這樣的經濟財產 還有人民的損失 所以現在終於來了 而且也不是來總數 還是有300萬劑沒有來 來100萬劑 來剛好而已 你還要叫我們念著你的好嗎 我們套一句讓子彈飛裡面 師爺講的 你就噁心了吧 你還想要人民念著你的好嗎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 先把這件事情釐清 第二個現在有很多的朋友 其實就是 有一部分朋友覺得陰謀論 就覺得說這是不是刻意的 刻意的在耽誤疫苗來的時間 然後進一步的在護航高端 這樣子的陰謀論 確實在 我看到今天有很多的朋友 是這樣子想的 我沒有進一步的資訊 可以告訴大家是或不是 我只能說如果是這樣的話 用心真的非常邪惡 如果不是的話 我覺得其實只能 只能反映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的政府採購的疫苗 相較於人家郭董 都可以掌握什麼時候來多少劑 然後這個什麼周周到貨穩定供應 我們的這個是 人家什麼時候 丟一些疫苗給你 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到昨天之前 前天之前 你可能都還不知道說莫德納會來 我就不能理解說 同樣都是對外採購疫苗 怎麼會人家郭台銘 台積電 永寧基金會 然後慈濟 就會告訴你說 我們跟BMT談了什麼樣的結果 然後大概一劑多少錢 然後這個總共成本多少錢 大概什麼時候會來 然後會分批來又或怎麼樣的 這些資訊 為什麼商業採購 人家這些私人企業都可以做到 你都比莫德納也可以 韓國為什麼可以知道 我們台灣的關係 不是史上最好嗎 它就是美國做的 然後結果我們什麼都不知道 什麼都不能講 為什麼不能講 早些還在那邊胡扯什麼 中共會打壓 可是問題是在台灣購買 莫德納這條鏈上面 就沒有大陸的角色 你說BMT還有上海復興 然後我雖然完全不認同 什麼卡BMT這樣子的說法 但是我們尊重某些朋友 平行世界想像的權利 再怎麼樣這條線上 還有一個上海復興 這個代理上的角色存在 但莫德納從頭到尾就沒有 為什麼我們既然要說 跟美國關係這麼好 為什麼我們到貨又賣 資訊又不能揭露 然後不能揭露 你說是因為擔心被卡 到底誰卡呢 誰在卡呢 所以你就不能理解 所以我覺得看待這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 就是不用去那邊站 我們也不是什麼事都要罵 疫苗來當然是好事 只是我們自己心裡清楚 心裡面清楚 這件事情是應該的 你也不要拿這個來跟我邀功 這有點過頭 而再來是 其實還是凸顯那個問題 一直存在 就是我們對疫苗 倒貨的這個資訊的掌握 到底是能掌握還是不能掌握 現在顯然是不能掌握 但如果可以掌握 還故意拖延的話 他就更可惡了 然後再來我覺得眼下的問題是 我覺得李佩軒今天看起來 似乎有點眉飛色舞 但我覺得他是想多了 108萬莫德納來 他就以為他打得到第二季 他就以為他打得到第二季 300萬 308萬的莫德納孤兒 其中150萬是 難道我不能是天選之人嗎 你想太多了 然後還有50萬 還有50萬 就50萬加150萬 然後這200萬 都是65歲以上的長者 不管怎麼樣 就是給他們先打 如果你進來之後 還要搞東搞西的 搞一些有的沒的 說什麼人都可以插隊 哪一類又要優先 我真的覺得 這人民真的上街革命 你剛好20號之後要解封不是嗎 你沒有要降級 但是你要進一步 擴大大家的行動跟生活的自由的話 我真的覺得民眾要上街革命 你這真的把人命玩得太過分了 然後同時間 同時間 昨天那個大新聞 今天陳時中看起來 似乎有一點在搓圓仔湯 希望大家這個民怨不要太沸騰 就是莫德納混打高端這件事情 我都以為我先打到一劑莫德納 我總算逃出高端的魔掌 沒想到白轉千回 你還是遲早要打到高端 全台灣人可能遲早都會打到一劑高端 我覺得這件事情 對很多民眾來說實在太憤怒 太憤怒了 那該怎麼說 現在莫德納要來了 某種程度可以稍微緩解一下 這308萬人的這樣子的焦慮 跟不安的感覺 接下來該怎麼做 比較合理的做法是 你繼續吹貨 你既然吹到108萬 你可以再把剩下的100多萬 200萬把它吹來 這是一該做的事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不要再搞什麼莫德納混打高端 不要再造成人心惶惶 你根本想都不該想這件事情 更不要說還有那些 亂七八糟護航什麼什麼的 民眾不接受 認清現實 不要再想盡辦法 要在人民身上插一劑高端 袁氏議員 我跟你說 我昨天其實在搭Uber的時候 然後我剛好就跟Uber司機 隨口聊了一句 我說已經打疫苗了對不對 他就說他打的是莫德納 我說我也是 我說那這樣子好了 你會打第二劑混打高端嗎 立刻做一個調查對不對 他就說我真的不敢 我說怎麼回事 他說你資料先拿出來吧 我說好 如果他真的拿出一些 具有保護力資料出來的話 你願意打嗎 他說還是要先拿到國際認證 這就是一般的問蔣大哥 他都可以這麼了解這個狀況了 其實到底莫德納來這件事情 蔡英文真的催貨得當 還是說真的來得很臨時 還是怎麼樣 因為莊仁祥當時還怎麼說 他說接下來莫德納到貨 會優先給第二劑施打者 近60萬的莫德納鐵粉 其實我必須要說 我們就是因為第一劑 剛好輪到我們 我們打到莫德納 結果到後來就慢慢的演變成 我們單攻莫德納 因為我第一劑打莫德納 我第二劑必須打莫德納 你現在還沒有開放混打 對不對 他要開放高端了 但當時他開始說我們是莫粉 我們是被迫成為莫粉 因為我們第一劑就打這樣 我們沒得選 好 無論如何他當時是說 請大家最好在9月17前 要加選一下BNT 否則你可能等到12月 才打得到第一劑的莫德納 他也暗示你說 你必須要保留其他的選擇 什麼意思 難道你再告訴我說 第二類才可以打好打滿莫德納 演繹員 我覺得就是指揮中 不管怎麼講 都是指揮中心的錯 所以莊仁祥現在講了一副 好像在旁邊袖手旁觀 說你們趕快加勾一下BNT 否則你們會打不到 好像跟他都無關 拜託人家為什麼會打不到 不就是你的責任嗎 像我就是打不到的 我們就是第一開始的時候 就單勾莫德納 因為我想打mRNA的疫苗 然後等了半天的都沒有 然後後來自己去加勾BNT 我相信很多觀眾朋友 網友們應該跟我一樣 到目前是一劑都沒有打到 可是我當初為什麼會勾莫德納 當然就是因為指揮中心 你給我一個選項 你告訴我說可以選 我們想像說 你可以讓我選 就應該會讓我打得到 我怎麼知道勾了之後 就是打不到 你當初應該用警語 勾莫德納者 可能等到天荒地老之類的 你要有個警語 沒有警語 然後我們就勾了 打不到 你現在還講了一副 好像跟你無關的樣子 所以這指揮中心 就是完全沒有責任感 亂搞一通 高端的部分的話 現在很多人不打高端 剛剛佩萱講Uber司機 我要跟大家講 為什麼大家都很有科學的精神 大家知道你保護力的數據 沒有拿出來 我不想要以我的身體去試 試那個保護力道有效沒效 我不想要做白老鼠 這是一般人心態 我有先問他說 你的第一劑什麼時候打 他比我還早 他6月中 6月底就打了 所以他現在其實已經 等於說第一劑快過期了 你知道嗎 很多人都是這樣 非常多人這樣 我今天也有接到一個民眾的電話 他是洗腎的病患 然後他是6月多打的第一劑的AZ 到現在也打不到第二劑 所以其實這個現象 是發生在各個族群裡面 也不是只有第一劑打莫德納 甚至於AZ的 很多第二劑都還沒有打到 所以這普遍大家的焦慮感 回過之後來講高端這個事情 我覺得民進黨一直在帶一個風向 就是說他說 現在為什麼高端沒有人要打 原因是因為國民黨在帶風向 好像國民黨在黑高端 黑到沒有人打高端 我在想說 你好高估我們國民黨的能力 難道國民黨講一講 這些人全部都聽我們的嗎 我們也太強了吧 不是好嗎 所以大家對於高端本身 就沒有什麼信賴感 然後第二次 民進黨有時候還會自己自我催眠 他說你看好多年輕人 都好喜歡打高端 放眼望去打高端都年輕人 廢話 因為前一波年輕人都打不到疫苗 他只有高端可以打 然後很多人就抱著 算了 沒辦法 因為我要上班 我可能去上班 或我要去醫院陪病 我必須要先打一劑疫苗 我才可以去做這個事情 所以他就去打 不代表他認同高端 所以現在基本上 是很少人要打高端的 然後打高端很多人是被迫的 就是這樣 這些人是為什麼 看數據 就像那個Uber司機 他是跟你討論數據 他並不是跟你講說 因為我支持國民黨 所以我不打高端 我支持民進黨 我打高端 所以不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 現在應該做的是 你好好的 像剛剛我們上一段討論 現在有哥倫比亞的實驗 你就讓他去做 對不對 好好做 如果說你做出來三期真的 國際認證很棒 有保護力 我覺得會願意打的人 一定是會越來越多 你們國民黨應該在幫高調 如果到時候做出來的話 一定要幫高調的 其實國民黨在去年的時候 在立法院也有說 應該要支持國產疫苗的發展 當時蔣萬安其實是說 可以越快越好 趕快做出來 可是沒有跟他講說 1.5期就可以給民眾施打 這是兩件事情 但他把兩個混在一起 就是我們主張要有科學驗證的 國際認證的疫苗 他就說你們在黑高端 不是 我們是希望說 你不要壓苗柱這樣 你現在做的所有的事情 都是在害高端 然後陳時中只要講到高端 講的話都會左之右出 都會講一些那種 很奇怪的話出來 昨天他不是就講說什麼 第二類比較早打 第二季的莫德納 人家問他說 為什麼他們都比較早 他們都打得到 打好打滿 陳時中的回答是說 他們不是打好打滿 他們只是打得比較早 這個誰聽得下去 人家問他說 其他的第二季的人等不到 不是等不到 只是還沒等到 就是他真的是 我覺得他可以 他講的幹話比主改強都還要多了 就是他發明的這些東西 那真的很多 對 真的很厲害 你出來他就自探俘虜 你知道嗎 一山還有一山高 為什麼會這樣子 原因就是因為 他已經不知道 怎麼用理性的方式 去說服大家 所以只會發明這種 很稀稀過快的話 我也是替他感到可憐 以國文克來說他就是回文 把你的問題 再把他回回去給你 你會覺得說是很差異以外 他在開玩笑 他表情很認真 沒有在開玩笑 我們剛剛講到說 是不是催負的時間點 為什麼讓大家匪夷所思 就是因為民眾黨 一直不斷在強打的 第二類的莫德納 他們的施打比率 已經相當的完整 已經完成了兩劑的接種很高 好 文宇軒透過了 這個陳時中的說法 他又再進一步的去解讀 說如果以陳時中 他還有蘇貞昌他們講法 說這是不實傳言的話 來 按照蘇院長說 中央官員1700人 施打完了兩劑 對比8月31號那時候 衛福部他們公布的 二類當中維持防疫體系運作 之中央中藥官員 造冊人數總共多少人看過來 1710人 還有富途 代表說他們當時歸類的 有1110人 他說已經有1700人 施打完第二劑了 所以這比例比我們想的高很多 因為只有10個人還沒有打到 這已經是超過9成了 我們要問一下凱翔哥了 來 剛看到可以打好打滿 可以讓他們不同選擇 在淘機的客艙傾銷人員 他確診了Delta 但他只打過一劑的AZ疫苗 他應該是第三類的 屬於是高風險族群的 就他第二劑沒有著落 不知道他是自己沒打 還是打不到 還包含剛剛紀念仁 他講的就是說 包含一個洗腎的一個選民 他們為什麼都還沒有打到第二劑 這本來就是一個黑箱作業 其實這件事情在過去 很長一段時間都有很多的新聞 會跟這件事情連結在一起 比如說他還記得嗎 中國大陸前一波 不是這次福建 莆田這邊的 是更前一波上海那邊 然後傳出Delta病例的時候 那時候就在講說 上海這機場 其實每個人百分之百 都已經打滿兩劑疫苗了 結果還發生突破性感染 那時候還在想說 這個怎麼辦 怎麼辦 所以人家的機場 早就打完兩劑 所有人都打完兩劑了 都已經取得完整保護力了 然後台灣沒有 然後再往前講 大家還記得嗎 前兩輪AZ在施打的時候 那時候莫德納其實還是有勝的 莫德納有勝 但是陳時中就規定說 這一輪開始全部都施打AZ 然後那時候大家講說 那你莫德納扣在手裡面幹嘛 結果到8月中旬的時候 大家突然發現 這個衛福部每個禮拜 會公布施打的那個表 居然有33萬人 在不吭不響的情況之下 就打了莫德納 33萬人 你跟大家講說去唐鳳平台 唐鳳轉圈圈那個平台有沒有 預約 然後預約只有AZ可以打 可是卻有33萬人 在大家的眼皮底下溜過去 打了莫德納 誰打的 那時候這個數字被揭露之後 就剛剛在這邊的郵書會議員 然後陳時中在指揮中心記者會上面 就跟大家講什麼 講說那是第一線防疫人員 有什麼機場什麼什麼的 那時候其實我都還記得 我在中天 我還在佑正的節目 就在討論這件事情 大家都在想說不可思議 要嘛陳時中你說謊 你說謊 那其中你只是抓其中 可能少部分的防疫人員 去掩護其他不能說的人 再不然如果這件事情 是屬實的話 那更可怕 代表說我們的所謂第一線人員 到現在 到了7月 到了8月 還在打第一劑疫苗 你就代表說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邊境的防守 那不是形同虛設 那不是開玩笑嗎 那整張什麼分類表上面 根本都是放屁 你根本沒有照著這個 防疫所需 然後在那邊施打疫苗 所以現在說這個機場的這個人員 到現在還沒打第二劑 你就只是之前那個問題 即便被爆到這種程度了 即便被大家關注了 你還是不處理 你還是不處理 你就只是在那張錶上面 然後就用那張錶 來當你的遮羞布 你在裡面插隊的 特權的 解釋不清的 裡面就是在用那張錶來掩護 我就覺得非常過分 你回頭去講這個 我就覺得蘇貞昌拿那個什麼 中央防疫官員 只有一千七百多人打 現在他的這個討論 發散到兩個部分 一個是說一千七百多人打 然後但是百分之九十幾 都打過第二劑了 那你憑什麼 一般民眾打過第二劑 只有四% 你九十幾%打過 你們真的命比較高貴 大家命比較賤嗎 這是一種說法 第二種說法其實我覺得 那一千七百多的那個數字 你相信嗎 各位 之前有多少新聞 食鑰匙就打一千多人 食鑰匙打百分之一百六十九 就打了一千多人 然後孫昌告訴你 你現在只打一百六十幾 然後吳秀梅轄下的 這個醫藥檢驗中心 就是在那邊檢驗高端 說高端OK 然後把報告隱匿起來 不給大家看那個 那個也打百分之九十七 那個也好幾百人 然後現在告訴你 只有1700多人 代表什麼 我覺得它凸顯的問題 其實比帳面上的數字更可怕 就代表說那張表 就像我前面講的 它就是一張遮羞布 裡面大家到處亂塞 處處橋門 處處橋門怎麼說呢 民進黨需要攻擊 藍營縣市的時候 他就講說 這個什麼中央 你們藍營縣市打更多 特權疫苗打更多 然後三萬多人 你們照射三萬多人 打兩萬多人 都是你們在打 結果這間藍營縣市 後來出來解釋的時候 就是說我們領長照在這邊 可是第一時間 一般民眾都會想到說 領長 第二時間你就會想到 那其他縣市的領長照在哪裡 難道只有這四個縣市打領長嗎 其他縣市沒打嗎 結果後來發現說其他縣市 有的是領長 然後塞在哪一類去 有的是領長 就另外照射在什麼地方 又跟著什麼專案 所以我覺得一般民眾 真的是被作見到不行 你那張錶上面 每個縣市還莫衷於事 然後每個首長 還有不同的做法 然後中央部會 然後跟什麼有關的放在哪裡 什麼跟有什麼有關的放在那裡 然後結果他需要的時候 他就擷取某一個部分跟你講 我哪有打這麼多 我打一千多劑而已 然後結果其實都塞到別的地方去了 或者是說他要攻擊別人的時候 就說你打這麼多 你自己綠營的縣市 難道高雄 桃園跟台南的領長 都不打嗎 原來又塞到別的地方去了 所以我覺得一般民眾真的醒了 你真的是被作見到不行了 沒有一個在講真話的 沒有一句話是真的 他們都截取對他們有利的方式來講 而最終的都是那一張表格 那張表格就是隱藏特權的遮羞布 他根本早就該撕掉 然後不要再照這個打了 回歸年紀 回歸上帝 對每個人都很公平的那個年紀 以這個為依規 去把疫苗好好的打下去 這個我補充一下 因為講到就是國民黨 如果其他人去質疑第二類的時候 民進黨有一個標準的回應方式就是 難道你覺得 不應該給那些里長打嗎 不該給那些林長打嗎 不該給那些消防人員 警察人員打嗎 好像說大家質疑的第二類 是質疑那些警銷 質疑那些里林長 這是民黨慣用的回答方式 包括前幾天蘇貞昌 都是這樣回答 可是問題非常清楚 你們不要轉移焦點 大家質疑的 絕對不是這些辛苦的 在第一線的防疫人員 大家質疑的是那些 坐在冷氣房的中央官員 你們如果說只是看看公文 吹個冷氣 然後審審報告 那你為什麼要打疫苗 你又沒有出去去做任何的接觸 防疫的工作 沒有 你為什麼要打 兩劑的覆蓋率都出話 是你憑什麼優先比人家早打 等到年齡一起去預約 這就是大家在質疑的點 昨天剛剛講那個食藥署的 他剛 昨天剛剛講一個點 就是蘇貞昌 你講說 現在中央的官員 只有打1千7百多個 可是之前大家披露的 食藥署的就不止了 可能就一兩千了對不對 怎麼可能數字那麼少 你知道嗎 他是用了一個方式 他把它變成兩個類別 就是他第二類下面有一個 叫做中央防疫重要官員 這個造冊是1千7百多人 另外還有一類叫做衛生 就是中央衛生防疫人員 就是屬於衛生體系的防疫人員 所以食藥署跟吳秀梅 他們都是歸在下面這一塊對不對 我剛講第二類 就是中央的衛生人員 是第二類 他造冊6千多人 所以中央不是只有打1千多人 不是 是重要官員有多重要 像蘇貞昌 像他做梗圖的丁怡銘 這些都是歸內在重要官員 然後食藥署的那些是 中央衛生人員6千多 那左衛昌剛直言也對 就是吳秀梅的 他所擔任的一個基金會 叫做什麼 醫藥品 查驗中心 查驗中心 裡面替代疫 我不是說替代疫不能打 而是說全部都給他打 包括就是審閱報告的 你在家裡報告 你可以視訊你在家辦公 你為什麼硬要去打這個疫苗 去比人家早打 這個是大家質疑的部分 我覺得民進黨到現在都說不清楚 只會把他甩鍋給什麼警銷 誰在質疑警銷 所以這件事情我要把它說明清楚 其實之前在節目上面 我記得王定宇在質疑說 其實第二類 你們藍燕線是打更多 說我記得袁挞園 你應該就是在現場聽的不是嗎 就是在某友台 我不記得我有沒有聽到 因為你這可能沒感覺 因為他也是台北市議員 重要議員 新北市議員 我沒有打 有一些比較不重要的 我自己就沒有打好不好 我們就約不到好不好 所以我自己也約不到 因為我是墨粉 然後後來單勾BNT 然後他的規定改來改去 那現在可以 你高登可以 我不要 不是 你是哪一類 你們不是第九類 有那種慢性疾病什麼之類 你說黑眼圈嗎 那你幫我爭取一下 黑眼圈有沒有看第九類 不是 我覺得很多人跟我一樣 就是說當初是單勾莫德納 後來加勾BNT非常多人 等一下網友如果有的話 也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這群人很多都打不到 因為之前指揮中心的標準 叫做是長幼有序 好 我莫德納勾了沒有對不對 因為長幼有序還沒輪到我的年紀 我單攻BNT 我加了BNT BNT是不是也應該長幼有序 然後慢慢就會輪到我 沒有 BNT是又長有序 就是先讓12歲到17歲打 OK 我覺得OK 學生可以保護對不對 後來又多加了18到22 我不是說反對那些18到22歲的打 而是說指揮中心 你要講一個邏輯出來 就是為什麼要給18到22的打 當然有一種說法是說 那一群人因為是大學生 大學生因為有群聚 或者是南北移動 好 我也接受 如果是這個理由的話 請問一下 研究生為什麼你不給他打 碩士生超過23歲的 24歲 25歲他讀碩士 他不會群聚嗎 他不會南北奔波嗎 你為什麼不給他打 博士生有的28歲在讀博士 你為什麼不給他打 同樣的理由你為什麼不給他打 所以你會發現他就是 理由變來變去 改來改去 就是沒有一個既定的政策 所以之前陳時中說 他說這個政策就是父子騎鯉 然後講得理所當然 他意思是說 我怎麼做你們都會罵 這就父子騎鯉 各位 父子騎鯉的重點是什麼 就鯉不夠 如果這隻爸爸跟這個兒子 各有一隻鯉的話 那會遇到父子騎鯉的狀況嗎 所以重點還是 你為什麼陳時中 會讓我們的疫苗不夠 第二 父子騎鯉的重點是 那個爸爸跟兒子 他沒有忠心思想 人家講什麼他就變 本來是爸爸在騎 人家講說 你爸爸為什麼不給兒子騎 他就改了 沒有 你要跟路人講說 我為什麼要給爸爸騎 因為我盡孝道 爸爸騎鯉不行嗎 兒子可以用走的 或者說兒子年紀比較小 給兒子騎 為什麼給兒子騎 兒子年紀小 爸爸走路比較快 你作為一個指揮中心 你連一個道理都講不出來 別人講什麼你就變 別人講什麼你就變 那你做什麼指揮官 你應該要告訴大家 你的邏輯在哪裡 大家遵循著你的規則去走 這是指揮官的應有態度 你怎麼會變成說 英系立委講一個我就改了 政國會立委講一個我就改了 別人講一個我就改 所以是你自己 讓你變成父子騎鯉的狀況 你還好意思講這個成語 我覺得你不是自打臉嗎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支持監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天新聞不會消失 只會更強大